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完外面的环境后 中介就带着他们来到了院子里面 在院子里逛了一圈后 中介就笑着说 怎么样 院子是不是也很宽敞 然后你们看着房子是不是核心盖的一样 因为前房主根本没有怎么住 在中介一顿推销下 大军和未婚妻十分满意 当场交了定金并签了合同 第二天 大军搬了过来 由于房子非常新 也不用怎么收拾 嗓嗓灰当晚就住下了 次日 未婚妻就让大军把新家好好打扫一下 到时候举行婚礼就不用再打扫了 大军满口答应了下来 然后将院子里里外外都清理了一遍 就在大军准备收工的时候 他发现大门边上放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 大军左看右看 就觉得这块石头放在这里有些碍眼 如果搬走 是不是显得门前更加宽敞大气呢 虽然这块石头看起来不大 可搬起来非常沉 最后大军费了九六二虎之力 才将石头滚到了路边的草丛里 这一天下来 大军就把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了 剩下的就等着定日子办喜事了 可是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未婚妻刚睡着 就听到院门被打开了 难道家里进贼了 未婚妻很害怕 急忙将大军给喊醒了 大军 你快出去看看 好像院子里有人 大军觉得很奇怪 大门明明锁得好好的 怎么会有小偷进来呢 最后大军又不过未婚妻 只能开门看看情况 结果大军打开房门往外瞅了一眼后 立刻就被吓得缩了回来 未婚妻见大军的神色不对 急忙询问发生了什么 大军颤颤颤颤颤的说 鬼有鬼 未婚妻表示不相信 然后就壮着胆子掀开了窗帘 结果看到院子里还真的有鬼 而且还是三只鬼 一对老夫妻和一个年轻的女子 他们身上散发着悠悠的绿光 并漂浮在院子里 眼前这一幕把大军和未婚妻吓坏了 然后他们就这样依偎在一起 熬到了天亮 等太阳升起来后 大军才敢推开门出来查看 只见院子里空荡荡的 那三只鬼已经不见了 此时大军非常生气 嘴里不停骂着那个黑心中介 居然卖了一处凶宅给咱们 随后大军就来到了中介公司 准备找中介算账 听完大军的讲述 中介也傻眼了 因为他根本不知情 为了把事情搞清楚 中介就打了前房主的电话 结果了解到 那栋宅子不是什么凶宅 而是在风水上放的怒充 所以才会便宜售卖的 知道真相后 中介就问大军 你是不是把门前那块石头给搬走了 大军回答 是啊 我看他放在那里暗眼就挪走了 原来那石头是块泰山石 是前房主故意放在门口辟邪的 因为那宅子大门对着钉字路口 如果没有泰山石镇压 那条路上的脏东西都会冲到宅子里来 大军了解完情况后就不再怪中介了 毕竟这宅子只是风水不好 并不是凶宅 最后大军又托中介 把房子给便宜转卖了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鱼呢 鱼里解忧 下次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